將軍澳富康街市側座有天眼 不過鏡頭全部都對著馬路 鏡頭後就有大量的垃圾堆積 包括紙皮包裝和腐爛的梳果等等 鏡頭外沒有多遠的地方 亦都出現百多米長 比一般成年人高的發泡膠牆 在觀塘基業街垃圾站外的行人路 亦都裝有天眼 並且貼有多張告示 表明那道嚴禁棄置垃圾 但仍然不時有垃圾堆積 另一個衛生黑點 紅磡毛湖街洪湖大廈的後巷 天眼拍攝的角度 懷疑未能記錄整條後巷的情況 食環處由今個月初開始 在全港18區總共46個黑點安裝天眼 容易打擊非法棄置垃圾和位置野鳥 不過從以上的觀察發現似乎形同虛節 來到長沙環道和東京街一帶 長期有大量野鴿聚集 但未見安裝天眼 有居民擔心野鴿會將病菌帶入社區 立法會議員王國健指出 安裝天眼理應起阻嚇作用 但監察鏡頭角度 如果不是對準黑點的位置 最終成效不彰 只會浪費公帑和政府資源 食環處表示 廚方人員會密切監察 已經安裝天眼的目標黑點 因應實際情況 適當調整行動計劃 以加強執法成效 東網記者陳淑儀報導 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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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